證明了就是給大家上課之前 他們可以把東西放在這邊 然後在那邊休息 然後如果以後我有時間的話 我會在裡面煮泰國料理 還像自己的全集館 有台大泰拳女生 封號的網紅Sabrina 吳怡德 從KOL活動到綜藝 都有她的身影 近期吳怡德在小S節目上 一席爆料引起騷動 他說自己昔日 當大學生了美的班底 卻發現有位新雞女 常罵其他還沒到場的班底 某位被罵的人到場後 他就立刻跟對方變得超麻痺 等到對方一離開又繼續狂罵 他還指出那位班底 如今已有一定的地位非常紅 網友風猜新雞女身分 因許多特質吻合 不少人矛頭指向LuLu黃鹿之一 風波延哨讓LuLu發文澄清 沉痛寫道在三人城湖的年代裡 這讓人感到莫名且不舒服 也表示話說一半 使人無端捲入紛爭 主持人小S也已透過經紀人 向LuLu致歉 強調當時吳怡德說的 真的不是她 真的得獎就是帶著LuLu上去 我會把所有得獎感言的時間都讓給她 跟LuLu有好交情 師父黃子焦打氣 向LuLu喊話 無法改變他人 那就淨化自己 黃豪平也留言 你唯一的雙面大概是螢幕上親和 台下更親切 連前男友阿達也力挺 怎麼可能是你 還有大賀直言真的別鬧耶 好人員讓大票好友發聲證明清白 至於吳怡德則是社群聲明 這時個人經驗沒想要引起不愉快 希望輿論就此打住